这难道就是传说的一言千金吗 斯卡尔辅助都来了 我们崔师傅 欢迎来到英雄联盟 这唯一一句还是关心我休息的 真爱粉的 我想先A下死了 小克力 想K没K到 鳄鱼见机 还是只能抓下 都说ID都不一样了 还搁得上上一把的 有些弹幕真的太下头了 存在歪歪啊 小克力 小克力 不会吧 怎么还行杀了一个 如果我没到你就给我先死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两天排位的分不影响下菜机的跟上菜机的都不影响 所以赢了也没用输了也没用 只是排位可以玩而已 以前是怎么样的 以前他是那个时候一开始是出了一个主牌给你玩 这样子其实也更好 主牌就是那个时候出来的好像 那个时候给你玩的 那个叫什么灵活主牌有宽 刚好单牌结算的时候 你去打下主牌了 你怎么不A能啊 A了两下小兵我看他 AZ应该是有E的 有E他也要死的不 那好了别眨眼 虽然我们跟他换了 但是他这波掉两波兵他血亏 还带一个车 这两波兵就等于死一次 加上他本来是死一次 他死两次 两次再减去我这一次 等于我没死 这一期 这期应该是达定了 就是我 你只能看出来 有备期望 在自己的阶段的 而且我刚才正好本来就要回家的 我都直接去游走了 怎么跟上把我们的笑很像呢 直接当烧换了 这鳄鱼挂机还是掉了 他是补兴去了 直接把火龙控一下吧 这套是火的 4级克烈杀6级剑击吗 EZ塔下一位二杀一个吗 感觉对面高手有点多 补助克烈给他当杀了 补助克烈给他当杀了 2 2 2 0 我们刷新的先去对面红看一下 看能不能逮到这个艾克 给我下马 怎么还有保镖的呀 先要解决保镖才能杀艾克 有点夸张 他这样子玩不管EZ的吗 那这样的话我要出星石吧 这边这种打着英雄比较多 而且这个辅助一直游走 星石打着厉害点 再一颗带扫描的 那先放这边会没眼 这边 诶 诶 有半天你不是要过来 他一下 我怀疑他是不是有影 他这个站位 大家都开完 跟爆破打塔敲 三个楼 还有一个呢 我不敢过去我没意义没闪 不行这种时候得去折磨这个EJ 让他体会一下这个痛苦 这种辅助一只游走怎么办呢 其实最好办法就是抓对面AD 不然的话也去打这样老是多一个人 打得很麻烦 要把这个压力转移 转移到这个AD身上去 这种时候 除非是双排让他去游走 不然你多去搞几次这个EJ 他就会加入我方阵营 有嗨 对 有点 对 有点 有点 我可以做的 我可以做的 真是好 快溜快溜,他有大加速 你要點傳送門嗎 待會支持他的作品 你怎麼做哪裡 直接進化啦 去找對面單挑 啊 直接拿個先分推了 他這個皮膚進化R感覺有點怪怪的 霸天異星原初暴走 原初暴走 強烈星原初暴走 個性暴走 不可能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没蓝了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有人过来了 那我就放马过来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他灯可以很远的可能是刚好吧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回合字游戏吗 那很适合我 哪个是回合字的 星球铁道是吧 那明天可以玩一下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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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